OK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七章 这个认识物质 认识这个物质 那我们来 看一下 物质呢,分成了 固体,固态,液态,气态 三种 就是液体的 就像水 固体的就像冰块 然后蒸发成气体 水分蒸发成气体 我们叫做水蒸气 所以物质的三态 很多时候我们用水来形容 但是其实不是 不是只有水的 有分成这三态 任何的物质其实都有三态的 只是说有一些物质 它要变成液体 它的温度很高很高 像是金属类 金属的东西 它的如果要融化的话 融化成液态 它可能要上千度 所以为什么呢 比较少人接触到 对不对 我们一看到铁就是固体的 所以这个是物质三态 我们很多时候呢 就会用水来形容 那再来的就是 其实任何物质呢 都是由粒子组成的 然后粒子呢 都一直的在做 无规则的运动 然后呢 我们可以观察到一些 扩散的现象 然后过后呢 我们要介绍一下 布朗运动 然后呢 再来的就是我们就讲到 固体 液体 跟气体的 分别的一些特征 然后呢 最后的部分呢 我们又讲到 日脏冷缩的现象 所以呢 大致上 它其实是分成了 三个部分吧 我个人是觉得 粒子 固体 液体 跟气体 然后呢 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粒子的一个 整个的原理 过后呢 有讲到 扩散跟布朗运动 还有 日常冷缩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 整个的结构呢 我们是先看一下 物质的形态 固体 液体 气体 还有任何的物质的 共有的性质 是占有空间 还有 具有质量 物质的构成呢 都全部都是由 这个粒子构成的 然后呢 粒子的运动呢 就形成了 扩散的现象 和布朗运动 OK 然后呢 三态 三态的粒子呢 都有各自的 不同的排列 跟一些运动的方式 那我们 这个也是 从粒子的角度 去分析 这个固体 液体 气体 然后呢 最后的部分呢 我们的物体呢 其实是有 热胀冷缩的 然后呢 7.5 它是讲固体的 然后呢 液体跟气体 其实也是 有热胀冷缩 那当然 它的 重要性 比较 比较没有 这么 常用到 所以变成了 它们一起 在一个小节 讲完它 OK 但是其实啦 老实说 气体的 日脏冷缩 会比液体 来得更明显 液体的 日脏冷缩 又会比 固体来得更明显 但是应用方面呢 你会发现到 固体的 日脏冷缩 应用呢 会比较 比较多 不只应用 而且有一些 我们叫做防范 防范 它的 日脏冷缩的 危害 我们也会在 固体方面呢 也会比较 着重一些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 物质的 三态是什么 我们就要 讲到水 那你会看到 晶莹 替通的 冰 冰块 水 对吧 流 可以流动的水 还有 泥散 泥散在 这个空间的 这个水蒸气 其实就是属于 同样的这个水的物质 在不同的形态 OK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 所谓的三态 那三态 那再来我们先认识一下 什么叫物体 什么叫物质 物质 那物体的话呢 比如说我们的 桌子 客座 就是 客堂上的桌子 是由木头 做成的 那锅呢 是由铁 或者铝 制成的 然后呢 电线呢 是由铜啊 还有外面的 那个塑料啊 来制成的 然后汤匙呢 有一些是 陶瓷的汤匙啊 有些是 不锈钢的汤匙啊 等等 那这个客座啊 这个锅啊 这个电线呢 这个汤匙呢 都是我们 所讲的物体啊 平时我们 说 我们看到的 那 它的材料啊 你可以这样子讲 所谓的物质 就是所谓的材料 material 像这个木头啊 这个客座是木头做的 这个铁啊 铝啊 铜啊 塑料啊 陶瓷啊 不锈钢啊 这些都是属于物质 它的材料 那所以你可以看下周围的东西啊 什么东西 是什么物质构成的 你可以尝试一下 自己 搞一个活动 这样子来看 那这边呢 又提到几个了 像是铁铲 是由铁构成的 铁制成的 可能它的把手 那个部分 有一些塑料 不然的话 拿起来还是比较 不舒服的 所以这里可能会有塑料的成分 那玻璃杯呢 yes 不是减少 因为你会发现到 把手的部分 它的 甚至它会有 做一些 吐起的 一些 吐起的 那个 那个 结构 so 它其实是要增加摩擦力 因为如果你减少摩擦力 你很容易整个肥掉 它反而是要增加摩擦力 ok 可以啊 当然它握起来 也要舒服一点 所以它不要硬邦邦的 so 塑料的 塑胶的 塑胶其实那个material 也是比较 有粗糙 比较粗糙的 这样子 所以其实有一部分的原因呢 是让它可以有 增加摩擦力的一个效果 讲到摩擦力 我们会迟些再讲 这在 初一下册 第五章那边 那玻璃杯呢 很像这一种玻璃杯啊 当然就是由玻璃制成的啦 然后 氧气瓶 如果你讲它外面的那个瓶啊 是铁构成的 那里面的那个气体呢 就是这个氧气啦 so它的氧气也是属于material物质的一种 那玻璃啊 铁啊 这些都是物质 alright 嗯 yes 也不需要特制的 就是可能也是相当硬 啊 可能用不修杠吧 哦 哦 他们有 他们有这个 空气压缩机 必须要把那个空气压缩进去这个桶里面 呃 当然他们呃 首先呃 他们要得到存的氧气 然后呢 再压缩进去 当然存的氧气在工业上来讲的 他们是用这个呃 空气呃 呃 在降温让他可以跟 氮气分离出来之后呢 呃 再把它压缩进去这个 呃 氧气氧气瓶里面 OK 就工工业上制造氧气的方法 还有呃 实验室制造氧气的方法 好 我们直接也会上啊 那个好像是在 初二下车吧 下车的第五第四章这样子 OK 啊 直接会在上的啊 那这个的是铅笔啦 铅笔是最 我们常常学生会误解的 因为铅笔这个名字啊 很多学生以为他是有 铅制成 但是其实呢 那个铅笔心呢 是由石墨 诶 石墨制成 啊 没有铅的成分 那为什么他叫铅笔呢 是因为呃 那个时候呢 他们还不知道呃 很多人不懂有石墨这个东西 啊 然后呢 以为哦 这个颜色哎 有有那个反光 有这个金属的光泽 很多人一认为是铅啊 所以他们就干脆叫他铅笔 这样子啊 那当然他还有外面的那个木 木头啦 又有木头包着这个石墨啊 啊 有啊 铅笔是物体 然后那个石墨和木头是他的物质 啊 这样子 ok 那我们再正式的介绍物质的三态 啊 那这个石头是固体啦 可乐是液体啦 然后二氧化蛋 你要不要看他有颜色这样子啊 看起来很像水 但是其实呢 他是呃 弥散在整个的呃 那个呃 他是属于有颜色的气体啊 所以这个二氧化蛋呢 是气体来的啊 像这个氧气带里面的氧气啊 也是气体啊啊 是这个可能医疗用的啦啊 那这个洗手液呢 是液体啦 这个螺丝呢 应该是固体啦 啊 所以这个蛮简单的啦 如果你把这个二氧化蛋的这个瓶底烧瓶的盖子啊 打开的话 他会慢慢的扩散出来 所以可能呃 可能一些时间后呢 这个二氧化蛋呢 就不会再留在这个瓶子里面啊 可能还会留一点啊 不过大部分可能就会扩散出来了 OK 呃 你可能要考量几个点 考量他的这个本身的密度 到底比空气来的重还是来的轻 如果是比空气来的重的话呢 他就不会飘走 他就会沉在底面 所以他可能需要和比较长的时间 才会扩散走 OK 但是如果他的密度 如果是比空气来的轻的话 他会往上飘 往上飘的同时呢 也扩散 OK 所以他同时飘 也同时扩散 我我所讲的飘 就是你你所讲的飞了 OK 所以就有点像热气球 这样子会往上飘上去的 OK 所以这个要考量 他到底他的这个密度 到底比空气来的大还是来的小 它是有颜色的 它是二氧化蛋的话呢 它是有 你看这样什么颜色 他们如果没有记错 他们好像是叫他黄褐色 黄褐色 如果是淡淡的 像旁边你可以看到 没有这么浓 是黄色 如果中间比较浓一点呢 你会看到褐色 甚至红色这样子 OK 所以这个就是二氧化蛋的 情况 它是气体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固体的话呢 它其实是有稳定性的 它有一定的形状 它又有一定的体积了 然后呢 液体的话呢 它是有流动性 有流动性 然后呢 它的体积呢 还是一定的 它的体积还是一定的 但是的 它的形状呢 就不一定 它的形状 是一根据它的容器 它的容器原型 它就原型了 它的容器 如果是四方形 这样它就是 沉浸四方形 所以这个液体呢 它的形状就不一定了 它的形状呢 就随着容器 改变而改变 那气体的话呢 它有弥散性 它没有一定的形状 也没有一定的体积 OK 那它的形状跟 你也可以讲说 形状跟体积呢 都是根据它的容器而定 取决于容器 所以你会看到呢 体积哦 很多人以为 它的体积不是一定的吗 它的体积 其实如果你的容器变大 它的体积也会跟着变大 但是呢 就会形成的 有可能会有一些 压强的关系 所以没有 没有 没有这么容易说 你要拉大它 就可以很容易的拉大它 所以你要压缩它 其实也需要一定的力量 才可以压缩 变小 OK 所以总的来说呢 这里呢 就是这一章 要讲的重点 我再重复一次 固体呢 有稳定性 有一定的形状 有一定的体积 那固体 这个是固体 液体的话呢 有流动性 体积 有一定的体积 但是呢 形状就会根据容器 OK 那气体的话呢 它有弥散性 它的形状跟体积呢 都会跟随着 那个容器而定 OK 所以这个就是 点1的重点了